尊敬的师父上人 尊敬的各位同修 大家晚上好 利用今天晚上这两个小时的时间 和大家分享一下 忏悔业障善待众生的这个题目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 都是带有业障的 可以说我们现在这个身 就是业力身 我们怎么样把这个业力身 转为怨力身 就要忏悔业障 关于这个问题 很多人我觉得忏悔的方式方法 不一定正确 比如说有的人 每天跪在佛前 都要叨咕叨咕 我哪哪错了 但是事隔不久 又重犯了这样的错误 这样的忏悔 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 真正的忏悔 是你认识到自己的罪业 你忏悔了 不再犯同样的错 那叫真正的忏悔 真正的忏悔 一 首先你要认账 就是认了 认了认了 你认 他才能了 关键是我们有好多同修 不认这个账 总是怨天忧人 觉得为什么我命这么不好 我怎么这么倒霉 实际 你读经 你听经 你要是听明白了 你就知道了 这个业障 和别人没有关系 都是你自己多生多劫 造作得来的 所以一定要从自身做起 忏悔自身的业障 消除业障 如果你不认 他是不会了的 你假认 他也了不了 必须得发怒忏悔 真正的忏悔 这样才能把这个业障 消掉 第一个就是认了 第二个 就是承受 就是你要受了 有的人 业障 能承受 这就叫受了 你接受了 你承受了 你才能了 第三个 就是要沟通 通 才能通了 所以这三个了 大家可以参考参考 第一是认 认了 第二是受 受了 第三个是通 通了 如果这三个了 你都能做到了 这个业障 是可以消除的 最后消不掉的业障 还有一句阿弥陀佛 这四个字 是所有的业障 都能够消除的 老法师在讲经里 这个问题已经说得很明确了 在这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我姐姐 这一生 她比我大四岁 她的这个 她今年 那就是已经七十岁了 她这一生 真是非常苦 非常苦 第一个 受气 上学受气 结婚受气 反正怎么的 都是受气 老爱欺负 没有不欺 不受气的时候 小时候我还欺负我姐 因为我们姐俩 我爸爸妈妈比较偏爱我 有点看不上我姐 为什么呢 我姐爱哭 小的时候有事没事 也咧咧咧 所以我爸爸妈妈 非常讨厌她这个哭 说她这是一种不吉利的行为 那么农村那时候 有那个一罐一罐的线 我姐姐就把那个线 跨在肩上 炕头走到炕烧 炕烧走到炕头 一边哭 一边唱 卖青蓝白线 所以我爸爸妈妈妈 尤其我妈妈 就挺 恨这个孩子的 觉得她脚灾 她这样是不是方父母 虽然我姐比我大四岁 但是她真是比我遭了不少罪 姐两个我是小的 我就占便宜 我们家是满足啊 我妈妈特干净 特利索 我跟我妈妈学会了什么呢 就是看你家干不干净 利不利索 看哪儿 两条 那是在农村住啊 一是看那个碗底 说你上面刷干净了 那不叫干净 看谁家到底干不干净 就看那个碗底 如果你碗底油腻腻的 你不是真干净 第二个 就是看彩虹垛 农村不有彩虹垛吗 我们家那彩虹垛 整整齐齐的 下面不带有一个草棍的 检查卫生 从来不用去检查我家 我妈妈那个柜子 那时候农村都是看柜 擦的可以招人 我姐就我们俩在炕上玩 小孩一玩起来就啥都不顾了 有时候不小心就扑到那柜子上 就把那个手指印就扑到柜子上了 这就得挨打 我是不挨打 因为我姐是老大 我妈一要拿调子嘎的 我姐就吓哆嗦了 我嘴巧 我一看我妈拿调子嘎的 我赶快说 妈不是我扑的 是我姐扑的 这你说我姐又比我大四岁 那当然挨打的就是我姐 所以从小长到大 我就觉得我姐最大的 她修的是忍辱 七十年来她一直在修忍辱 上学的时候受同学的气 同学都可以编着法的欺负她 然后结婚 因为我姐夫两岁的时候 父亲去世了 妈妈带她长大 在牡丹江农村 也没有什么文化 五五年参军 到空军递勤 然后六零年转业 转到东安厂 因为她家里特别穷 所以到东安厂住那个独身宿舍 铺那个床 就是人家每张床都派一个草垫子 我姐夫就连褥子都没有 就睡那草垫子 后来有一个烧水的老太太 就跟我姐说 说你看 哎呀这孩子多可怜 连个褥子都没有 哎呀这要是找一个那个好媳妇 哎呀是不是还少遭点罪 完就跟我姐说 你看看这孩子怎么样 你们俩对象吧 我姐回家就跟我爸爸妈妈说 说我们单位来一个转业兵 怎么怎么回事 哎呀太苦了 完了后来我家人都非常善良 爸爸妈妈就让她把她带到带家里 就想帮帮她 就这么的一来二去的 我姐就和我这个姐夫就结婚了 所以我 后来他们有人说 你说这个姐俩 一个找一个精神病 一个找一个这么困难的 要长相没长相 要钱没钱 就我们家俩真是 我说这一辈子 真是就是祝我姐我俩成佛 真是我姐比我要苦的多的多 然后呢 我姐生了五个孩子 为什么五个呢 就是想要儿子 我姐夫特别重男轻女 前面四个都是姑娘 这第五个好歹总算生个儿子 这才罢休 你想想 两个人都上班 孩子一个挨着一个 基本上都是大个一两岁 一两岁这样的 如果没有我妈妈和我爸爸帮着带 那都不知道这五个孩子怎么带起来的 我姐姐遭了多少罪 我那个三外甥女 是我这五个外甥女 外甥当中 我最喜欢的一个 这个外甥女的性格比较像我 不讲吃不讲穿 特别懂事 特别体谅父母的苦衷 从来不管爸爸妈妈要什么 在学校里一直是好学生班干 同学微信非常高 他特别突出的就是作文 作文就是考高中的时候 全区他的作文考第一 就是这样一个孩子 后来就得病了 是那个时候不知道 也就是一种精神障碍病 他21岁那年 自己撞火车 不是火车撞他 是他撞火车 当时他有病了 我姐送他到一个地方 去找人给他看病 就住在人家那家 然后人家来信了 说你们家快点来人 说这孩子好像要有什么事 完了我姐就过去了 因为我姐工作吧 特别认真 她管那个倡库保管 工具保管 脱不开身 后来好歹请了一次假 我姐去了 然后我这外甥女 就跟我姐说 她说有人要我的命 我姐说你静呼说 因为她跟我曾经说过 那个时候我一点不懂 有一次我上在家 她在床上躺着 瞅着对面那个墙 我说三三 老姨来着 怎么不起来和老姨说话呢 她就白手说 老姨别着急别着急 我正在对话 我说你在和谁对话 她说你看不见 我能看见 我说你们对话什么内容 她说她说 他们跟我说 我过去伤害过他们 他们要我的命 完了我说静呼说 谁要你的命啊 这个事就过去了 这不就到那个地方去看病吗 然后我姐看了她以后呢 我姐回来了 她就跟她住的那家的 那个女主人说 她说阿姨 我的寿命还有三天 完了这个人吧 就想这孩子不胡说吗 还能知道自己寿命有几天 然后后来等我外面走了以后 这个我们去的时候 这女主人非常害怕 你看孩子在我这治病 在我这出的事 我怕我们赖上他们家 那不可能 咱们不是那样人家 然后这个孩子 就那三天 那个农村外面啊 有那个柱子 他就抱着那柱子 哭了三天 第三天 他就自己撞火车 人家那个火车司机 说老远就看见迎面 有一个人在走 迎着火车在走来 人家火车就刹车减速 结果就这火车出了 就那个速度 就把他免在那个车底下了 正好那天呢 我姐夫还去接他 接他的时候 就这火车没进站 这不就停了吗 就听人家说撞人了撞人了 我姐夫还下车去看去了 没看着 后来他着急 他就想 我是来接孩子 赶快上人家家去吧 他就去了 当然那家人家告诉他 出事了 说被火车撞了 这我姐夫又回头 又往火车站跑 这时候 已经把他抬到 那个火车站 那个长条椅子上去了 他说话还特别明白 意识都特别清醒 然后我姐夫 就和那个地方的几个人 就抬着往哈尔滨回 因为他那个铁路有规矩 必须得上铁路医院 去治去去看去 否则到别的医院 可能涉及到什么报销啊 还是什么的 那个我说不太清楚 就在火车上 我姐夫后来跟我学 他说在火车上 大三就说 郭丽节的一生 就这样结束了 说一点也不哭 也不闹 他就就是额头 就是门了头 这创了一个大口子 一路上都在和我姐夫 唠嗑 然后就是到了 那个三棵树 下了火车以后吧 他还在说话 然后这几个人 就抬着长条椅子 往医院去 据说下了火车 到医院 大概得走十多分钟 抬到医院 把大夫找出来 一看 人已经走了 完了当时 我姐夫都傻了 也没个人商量 真是都懵了 第二天早晨吧 没两天 我姐夫就跑到我家 去敲门 说小云呢 不好了 三村走了 我还没听明白 我说上哪去了 完了我姐夫说死了 我特别惊讶 怎么回事 我姐夫就简单地跟我学 这个经过 说怎么办 怎么告诉你姐 她能承受得了吗 我说不能 先不能直接告诉她 这样吧 那个打电话 跟我姐说 说家里有事 让她回一趟 上我这来 然后我再慢慢地 跟她渗透 就这样把我姐找到我家 我慢慢地 跟我姐渗透 我说大三 可能是有点什么事吧 完了我姐外 我姐特别简单单纯 我姐俩差不多 她不往这上想 后来我一看实在不行 这涉及到 这最后这后事的处理啊 我就跟她说了 我说姐 不管遇到什么事 你都要挺得住 我说儿女和父母 如果这个缘禁了 那不管是谁走 你都要坦然面对 我姐当时就悟到这个了 我姐就说了一句 小姨你跟我说实话 是不是三三出事了 我告诉我姐 我说三三走了 我姐挺坚强 当时一点没哭 后来就是 因为就是停在那个 三个树那个太平间里 医院那个太平间里了 要出的时候 我跟我姐商量 我说姐啊 你就别去了 我当时怎么想的 我想火车撞的 那肯定鲜血淋漓 那当妈妈的看最后一眼 留下那个深刻印象 她永远不会忘掉 我说姐你别去了 我去办 我和我姐夫 我老伴 我们三个去的 就当时到了那个太平间 打开那门一看吧 她那就好像 就是就算是一张床吧 就是一张床 这床上一共有六个去世的人 都是头朝里脚朝外 我外甥女 那这床上就没有地方了 她就在这个地下 头朝那么 脚朝正脚朝这面 可地下躺着 我进屋地眼一看 这不睡觉呢 我就心想 这孩子是不是睡觉呢 没死啊 我赶快到跟前去摸 整个身体是柔软的 不是说像人死了 那个身体拔凉拔凉的 不是那个凉 但是肯定是没有热乎气 这是事实 我走的时候吧 我就带了点那个水 和药棉花 我心想 她脑袋上磕破了 出血 我得给她擦干净 别让她那鲜血淋漓地走啊 我去了一看吧 就脸上头上 一点血迹都没有 干净净 利利缩缩的 那头发梳两个小 抓去辫 也梳得利缩缩的 就穿着我的一个棉袄外罩 我那个棉袄外罩吧 是淡蓝色的 带小白脸点的 有一次她说 老姨 你这个衣服挺好 挺素气 我说你喜欢给你吧 我就把这个衣服 给我外甥女了 她走的时候 就是穿着我这件衣服 就这样的 一个打击 对一个母亲来说 确实是难以承受 我这个外甥女去世 和我爸爸妈妈去世 就这三个亲人去世 不超过一年半 所以我说我姐能承受住 能够活下来 真是很不容易 当时她有点都近乎于崩溃了 反正大家就劝她 还行 最后还想开了 事情一个接一个 然后就是自己有病 前两天我说了一句 我姐是骨癌 就是一条腿肿的 那个大包 就有二十二的裤腿穿不上 套不进去 那个骨癌是特别特别疼的 但是因为老太太学佛了 所以她就第一个就做得好 她认 她认这个账 她说我这一生虽然很善良 没做什么坏事 但是我多生多劫 那可能做了很多坏事 伤害了很多众生 只不过我这一生我不知道而已 我认 既然我是一个学佛人 我一定要把这个账还了 所以我姐从有病到现在 一直是心态特别好 总是乐乐呵呵的 有些佛友到我家就看见我姐 哎呀一看说这老太太太面善了 哎呀怎么能得这个病呢 我姐说自己造的业呗 别看这一生 别的生你能一点业不造呢 我姐的态度就是 我欠啥还啥 我欠钱还钱 欠账还账 我欠腿还腿 我欠命还命 她就发这么个大愿 然后把那个痛苦也承受了 就这么疼 这么遭罪的病 我姐停了六年 没做手术 我俩吧 不倾向于做手术 为什么呢 我们想 这不也是众生吗 你做手术 你不伤害她吗 但是后来 实在是不行了 她在我家住的时候吧 一直没做手术 后来回家以后 我姐夫和孩子们都说 这么遭罪 我们都不忍心看 说还是做手术吧 我姐打电话给我 问我 小云你说我做不做 我说姐 这个主意得你自己拿 因为什么 你有丈夫 你有儿女 这么大个事 如果我 我跟你说 不做 我说我姐夫和孩子们 都能听我的 但是这话我不能说 因为你 我看你太早醉了 所以后来 就这个腿 就做手术了 从膝盖上面 截肢了 就做手术的时候 我告诉你们 咱学佛人和不学佛人 确实是不一样 做手术 是五月七号做的 我姐是五月四号住院的 本来吧 我和我那个好朋友 我俩约好 因为五一不放假吗 我那好朋友说 五月五号 我俩去医院 找那个主管副院长 那个副院长是我的学生 我先找他 不是走后门了 他给安排什么好大夫 我想咨询咨询 这个手术怎么回事 得怎么个做 我们应该注意什么 结果你说 没等我们五号去呢 我姐几个孩子 四号把他妈送医院去了 送医院以后呢 住院人家那个骨科 就把任务分配下去了 就把我姐这个手术 给了一个 交给了一个大夫 这等我们五号去的时候吧 这大夫已经定了 完了我的好朋友说 也不认识他 他做手术怎么样 不行 去找那个小蕊 给给电队一个好大夫 我说那不行 大夫已经定了 咱们中途再换 对人是一种不尊重 我是就就该是他做 结果这个大夫吧 就跟我姐说 她说老太太呀 你为什么心态这么好 因为我姐住院以后 一直笑喝的 我还劝大夫 你别紧张 大夫说 我现在心态不好 我姐说 我心态挺好的 你别紧张 大夫说了一句 我心态不好 我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后来 做完手术 我们才知道 就给我姐做手术的 这个大夫 她本身是肝癌 刚做完手术 5月4号 是她第一 手术后第一天上班 结果我姐住院 科里就把这个任务 交给她了 这个事我们不知道 后来我去的时候 她就向我姐提问一个问题 她说阿姨啊 我给你做这个腿的截肢手术 我杀不杀生 我是不是杀生 你说她大夫 给我给患者提出这么问题 我姐那天回答的 特别有智慧 就给她回答的可圆容了 这大夫还行 她说 有人建议我 让我读读佛经 我姐说正好 我妹妹来 我妹妹家有佛经 我让她回去给你拿 后来我姐跟我说 我说好好 我就回家给她拿 一本认识佛教 我说你要是看佛经 你看佛书 你先看看这本认识佛教 你了解什么是正知 正见 然后你再读佛经 你就不会选择错了 完了这样吧 她就把这个 这本书就收下了 这是五月五号 然后五月七号吧 实际不是手术的日子 那个大夫不知道为什么 就把这个我姐的手术 就定在七号了 手术那天 当时是护士大夫 都到屋里 完了 我姐人家谈笑风声 一点没有 像挺恐惧的 挺害怕的 没有 完了后来就拿那个床 从病房 不得给她推到手术室吗 她病房在三楼 手术室在六楼 得上电梯 老太太一上这病床 就开唱 观音菩萨圣号 一边 人推着一边走 她一边唱 一直到手术室 到手术室还接着唱 人家那个护士 和那个大夫的助手 就跟那个主刀大夫说 说这老太太 唱的什么 怎么唱这么好听的 让不让她唱啊 然后这主刀这个大夫说 唱的挺好 老太太愿意唱的 唱呗 完了就这么唱着 观音菩萨圣号 上的手术台 然后这大夫和我姐 一边唠嗑 说给你麻醉 你别紧张 我姐说我不紧张 你们不紧张就好 结果我姐说麻醉了 麻醉了吧 她说反正做手术时候 不疼 但是她说我神志 一直是清醒的 就是动什么刀啊 什么锯啊 怎么拉呀 那声音呢 我姐自己听得一清二楚 这个手术就是这么做的 就这么一次手术 就震动了当时那一个科 因为那护士长说 就给我姐主刀这个大夫 她本身搞医的 她是肝癌 你说她刚做完手术 她知道她那病的严重程度 她不像咱们不搞医的不明白 胡罗巴都的还到负担小一点 她负担重了 她上又老下又小了 她42岁 这个大夫 然后从我姐住到她这棵 她给做了手术以后 因为她每天都要到病房里去 我姐我姐我给她安排一个担尖 我想这个大家轮班照顾方便 要不你说一个屋八个病床 坐没地方坐 站没地方站的 我说这次咱们就浪费一点吧 就给她弄了一个担尖 这个大夫每天没事了 就上我们那个病房去坐着去 和两个老太太唠嗑去 后来那护士长就说 你们两个老太太挺神奇 把我们这个大夫都给说乐呵了 她说现在露笑容了 原来每天都愁眉苦脸的 说老太太有什么绝招 我们说没啥绝招 就教你们这大夫那样阿弥陀佛 让她看佛经 然后老太太给她做表演 你看她就说 老太太你这个病特别疼 特别痛苦 又面临着截止 你怎么能谈笑风生 我姐说既来之则安之 没什么了不得的 就这样 你说我姐这个手术 是好事还是坏事 你怎么来评价这个事 把整个一个科的护士大夫 都给度了 说这念佛可真了不得 这两个老太太可不一般 就这样事的 你说我姐 她对她这个病痛 她认 她承受 结果就度了这么多人 这不是一种表演吗 然后大夫说 做这么多手术 没看见心态这么好的 还能做大夫的工作 所以护士大夫 都非常喜欢上我姐那病房 和我们两个唠科去 那不是5月7号 做的手术吗 5月12号不就汶川打击震吗 然后 他那科的主任 就和这个主导大夫 就特意的 给弄了一台电视 我能看那个汶川大地震的情况 一般那 你患者在这住院 人家医院 人家还给你专门 给你整电视 没有 我就我说 哎呀 我说这也看不着这个地震 怎么个进展情况 完了 听了以后吧 人家就给你弄了一台电视 给你弄好了 虽然台不多 但是这个新闻 每天我都可以看了 所以 我说念佛人 不管你自己怎么样 你到什么地方去 你都可以度人 你看这有病 住院 手术 都可以度人吗 再一个就是沟通 我姐住院以后 有一天 突然就发高烧 然后那个后背呀 就有圆 就圆圆的 像苹果那么大一块 就一点皮都没有了 红红的 一开始我们没发现 后来给我姐翻身吧 我发现了 我还跟我姐开玩笑 哎呀 我说姐呀 你这后背也没有苹果树 怎么还接出一个苹果呢 我姐说啥苹果呀 我说可红了 我就给他笔量 就那么大 就搁哪个位置 哎呀 我姐说 要不我觉得筋筋筋的疼呢 完了大夫来 我们跟大夫一说 这大夫赶快 非常自自说 哎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怎么没有注意这个问题呢 因为他平躺 他动不了的时候 他累了 他可能来回这么尾 这么蹭 就把那后腰那个皮 就蹭掉了 结果这个东西吧 就开始做腰 完了就出了一个洞 那个洞吧 你就拿那个棉签往里探吧 好像都探不到底 就这个的 就这么一个东西 后来当时我和我姐 我俩说吧 我说姐 这你该遭的罪 你就得遭 这是人家 有人来给你找点小别扭 让你遭点罪 把这业好了了 我姐说 什么罪我都能遭 后来发烧吧 连着打半个月的点滴 换了好几种药 就是不退烧 这个全科都忙起来了 这老太太可咋整 连续发高烧啊 后来我跟我姐说 我说姐啊 连续发高烧 她这药也不好使 咱们出院回家吧 我姐说 对 出院回家 把大夫找了 一说 你大夫是这样 怎么能出院 你出院了 你要是有什么问题 我们要负责任的 这叫事故 哪有这么发高烧 就让你出院呢 我姐说 我给你签字 我自己要出院 完了后来 这个大夫吧 就拿了一张纸 那上面有一些个 什么说明啊 还是什么条文啊 我不知道 她说 老太太 你实在要出院 你就在这上 给我签上字 说我自个人 自己同意出院的 与医院没有任何关系 后果自负 我姐就把这字签了 然后我们就回家了 这个后背 这个东西不是那么深 也探不着底 非常疼 非常疼的嘛 完了 医院里给抹的 那药也不好使 周姐回家了以后 就给她买了一种 私人制的那个小药膏 就给她抹后背 那个东西 完了往那个洞洞里 再塞 就像药碾子似的 慢慢的 我姐这个东西也好了 高烧也退了 后来那大夫 真是挺负责任 到我姐家 看了我姐好几次 就担心她这高烧 我还问老太太 你这烧怎么退了 我姐说回家了 不知不觉 她就退了 后背这个东西 再上点药 她就长死了 那个洞洞就逐渐逐渐长平了 你说你瘦不瘦 你如果你要是在医院里 你继续用她的药物治疗 已经12天不退烧了 你再治肯定就不行了 回家以后就好了 要不我 我说姐我创造奇迹 不住院了出院了 把病念阿弥陀佛念好了 你这发高烧治不了 也回家了 然后也念阿弥陀佛 把烧也退了 那个洞洞也长死了 就好过来了 现在我姐 基本状况都非常好 有佛友上我家 回来以后跟我说 哎呀想不到大姐 那心态可真好 满面红光 笑容满面 佛友去了以后 都第一次见面 我姐就能 哎呀跟你说那么多 全都是讲学佛的事 没有一点 家里的事啊 我病痛的事 点没有 所以我说老太太 这一生 肯定能成佛 我举我姐这个例子 因为我 我了解她 我知道她前前后后 所以我告诉大家 业障 可以笑调 发真心 发大愿 认账 承受 跟众生沟通 这个问题会解决的 众生还是通情达理的 这是我要说的 这个关于忏悔业障 一切法又心想生 你 你那个心生万法嘛 那个 你如果是 你想 她如何如何 她就如何如何 我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个 我认识的 老大姐 身体不好 总是自己琢磨 哎呀 孙玉娜 你看看 是不是谁谁又怎么怎么地了 谁谁又怎么怎么地了 她竟叨过她去世的那些个亲人 一会儿 是不是她回来了 一会儿是 是不是这个 回来找我算账来了 这个来 折腾我来了 我说你要这么想 你天天都没完没了 你想谁谁就回来 那妹回来 那你不也 也能把她想回来吗 她说 为什么 我家里那个 老有动静 我说那动静家家都有啊 我家半夜 那个电视也 有时候嘎巴一下子 那很正常啊 我说有时候装修 那个木料什么的 她一冷一热啊 干了湿了 她不也 也想吗 有的同学就把这日常生活中的 这些个事 都当做一个事 琢磨 哎呀 是不是怎么地 是不是怎么地了 就是这样 所以你一这样 你就每天都生活在 不安宁的那个氛围当中 还有一个佛友 他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 苏云呢 我那个 我这个丈夫啊 我们俩是后结合的 就是他丈夫的妻子去世了 这个佛友的丈夫去世了 所以他就和现在的丈夫 他俩重新组织一个家庭 然后就住他这个丈夫 原来的房子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说苏云呢 我那个丈夫的前妻 就是他死去那个妻子 他老跟着我 老回来 他监督我俩的行动 我说你看着了 他说我看不着 但是我感觉到了 我说你要是这种 感觉 他得天天监督你 那你就天天不得安宁 他说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想个什么办法呢 买了一个新房子 这回该解决问题了吧 新房子可能是挺高党 我没去看过 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苏云这下好的 我买了一个新房子 都装修好了 哪天你过来看看 他说这回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我说你一定不要再想 你要再想他又跟你上新房子了 实际我是跟他开玩笑 这不挺高兴吗 搬新房子了 不长时间又来电话了 语气又变了 苏云那又不行了 我说又咋的了 我说他又跟你去了 他说那我倒没感觉到 就是到处都有声 一会儿这儿出个声 一会儿那儿出个声 他说我都挂照耀镜了 他没好使呢 我说啥叫照耀镜啊 他说就是在窗户上放一个小镜子 那个镜面朝外 就是这样 那个腰就照跑了 就进不了他这屋 我说那你照耀镜咋不好使呢 完了他说不知道 我都放了好几个了 还是有这种恐怖的感觉 我说你自己吓唬你自己 我说你为什么要放照耀镜 他说有人来看 说我家这房子有毛病 我说什么毛病 说他家的窗户 对人家对面楼的那个墙角 这些我都不懂 我说那啥说的 他说窗户对着别的楼的那个墙角 就不好 我说不对啊 我咋没这种感觉呢 我说我家这个这边窗户 那边窗户 那你瞅对面 他不都有楼角吗 我说我家呢都对着呀 我家咋没有这个恐怖的感觉呢 完了后来他说 你是不是也得放个照耀镜照着 我说我家没有腰不用照 我说有腰他也不上我家来 就这样呢 说着说着你说这事就来了 我来了两个佛友 我们在我家梁台上嘛 就坐着唠嗑 唠唠唠唠 我这个佛友一拍大腿 哎呀刘姐呀 不好 我得给你想个办法 我啥不好啊 他说 我得给你弄个什么什么东西 挂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啥意思啊 我说你这也是照耀镜啊 他说就类似这种东西 我说为啥要给我挂这个 他说你家这个窗户 对着那边防角 哎呀 我说你这家 我刚经历了这场事 你就上我家来安排这个照耀镜来了 我说我家不需要 你别往我这整 完了那不是去俩佛友吗 那个佛友拍的他 你拉倒吧 刘姐他不信这个 你整啥照耀镜 我说你要整照耀镜 挂在你家吧 我说你心里的腰 不是真有腰 是你心里在做腰 我说你要整 你就拿你家挂去 我说你别往我家挂 你给我家挂了 滴噜嘟噜一大帮照耀镜 佛友上我这来问我 你家这是咋回事啊 我说我没法解释 就这样 这个事就过了 所以说你消业障 怎么消 不是用这些妈妈洗道去消 要发自内心的忏悔 才能消除业障 为什么有的人总 爱依靠别人 现在有的佛友 真是挺依赖我的 就好像我什么都会 我什么都能 我什么忙我都能帮 完了他们说你善良 你慈悲 你能帮我们忙 我说不像你们所想的那样 我是比较善良 但是就像你们跟我说这些事 我连懂我都不懂 你让我怎么给你帮忙 我说为啥 我得绝症 我念佛念好了 你们不像我学 完了你们非得整这些 弯门邪道 让我帮 我怎么帮你们 就是这样 现在有好多具体的事 就是业障怎么消 没有找到一条正确的路 就是你得认错 真心诚意的认错 然后改错 你这才能消业障 你总今天搞一个这个弯门 找个这个人给看看 我给你举个例子 咱们有一个佛友 跟我说 刘姐啊 你上我家去看看 我说我上你家看啥 他说我家请佛了 我说请佛好啊 我说原来你们家不也供佛吗 他说我最近找人看了 告诉我 我家有佛员 必须得请七尊佛 哎呀 我说请七尊呢 我说那我去看看 我说你请回来没有 他说我请回来了 我就上他家去看去了 看了以后 这个佛堂 这就是柜子行的 就这一大六 清一色的 全都是这么高的那个同佛 一六 真是七个 我看了以后 我就说 我说这也不够啊 完了就是刘姐啊 七尊还不够啊 那得请多少尊呢 我说那你找不找我看吧 我说我也会看 他说那刘姐你给我看看 我得请多少尊 我说你得请七十尊 我说你去请吧 我说我就是没有关系 我要是有关系 我要认识哪个佛店去 我就领你上我那关系户去 你请七十尊佛 我说我发了 他也发了 你亏了 你上当了 完了他这时候说 那刘姐我真的请七十尊啊 我说你听不懂中国话呀 我要让你请七百尊 你也请啊 我说我这是告诉你 你这七尊佛 你不能这么请 我说你要是修净土法门的 你就请一尊阿弥陀佛 或者是三圣像 就足够了 你干嘛要请这么多 这是一个佛友吧 还有一个佛友 说能看病 他家供那个我都不认识 反正可能是佛家的 道家的 仙家的 大概都有吧 然后供了四个香碗 谁要上他家去看病去 你就得每个香碗都上香 都上供 都压钱 我当时我去了 我不会说话 我姐曾经上他那看过 要我咋知道呢 我一看 这啥意思 回来我跟我姐说 哎呀 我说他家四个香碗 那人家一个香碗 就收一份供呗 你比如说你要买酒 那你这就得买四瓶 哎你要买那个猪手什么呢 也得买四份 那都是四份四份的 我说这个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告诉我姐 我说以后就这样的地方 你最好是不来 所以你说现在社会这么乱 咱们想消业障 找不到正确的路 这不是胡来吗 你上这些个地方去看去 你去消 所谓的要消你这个业障 你能消得了吗 我有一个学生 他的儿子是工大的高菜生 非常优秀个儿子 你说毕业了 他啥事没有 他领到儿子找人去 就给他算命去 一算命 人家那儿说 说你儿子什么什么时候 有什么灾 有什么祸 那说的可厉害了 我这学生就害怕了 就上我这来了 我三个学生一起来的 他们三个是好朋友 完这学生就跟我说这个事 我那俩学生就跟我说 老师老师 你别管他的事 他愿扎扎扎扎 谁说他也不信 后来我这学问我 老师你给我出了主意 你说我咋整 我说你说咋办吧 我要说你就不理不才 你这心老低了这 老想 哎呀 到那个日子 我儿子又有什么灾 有什么祸 你说你这日子咋过了 你是不是老出于高度紧张状态 如果我说你让去 我让你去办去 我说那不是我的意思 你让我怎么说 后来我们就采取一个 折中的意见嘛 我说你就这样吧 你就这一回 谁给你看见 他说怎么办 你就赶快把钱递给人家 你说你就按照你那办吧 我说你这就了事了 你心静了 我办了 我说省着你老嘀咕 完了结果 这个事就怎么办呢 那你说这样小业 没有业障 你自己去找业障 你不自寻烦恼吗 所以这个事 我看我周围的很多佛友 都存在这个问题 你到底信不信佛 你要是真正的信佛人 不搞这一套 反正我是不懂这个 我也不搞这个 我给我爸爸妈妈 公公婆婆扫墓 我带什么东西 一个是一树荷花 一个是一树香 面副鸡 我是带这 这几种东西 去给老人扫墓 我一直不烧纸 我去给公公婆婆 扫墓的书 因为是农村 农村非常讲究这个 那我就横顺 是吧 你们烧我也不反对 我去了以后 就是把荷花 插在每个坟头上 每个老人 一树荷花 然后把香点上 然后我给他们磕头 把念佛机打开 就是整个那一方的众生 那不是农村有好多 那个坟包 坟头吗 所有的 大家都来听 听佛号 念佛 念阿弥陀佛 我就是这样扫墓 我就给我爸爸妈妈 上墓地去扫墓 也是这个扫法 所以很简单 你这个 你才是 消业上的一种办法 你非得搞那些 如果我说人家是迷信 可能人家还不服 人家觉得那个东西零 有一次 有两个佛友特别好心 就说他们看出来 我家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跟我说说不通 因为他们对我非常好 然后就跟我说 刘姐啊 不行 我们现在看你可危险了 我说我咋危险了 我要往生了 我说往生我回家了 还挺好呢 他怎么是危险 他说不是 反正你会有事的 我说没有事 你们不用担心 结果他们两个 一片好心 偷着去给我做去了 你说做什么呀 我都不懂 买了那么多那个金箔纸 低了我家去了 说必须得跟你家叠 那个零 这整的我家那个厅里呀 一片混乱呢 叠了多少呢 就是那个 那个那样事的那个东西 宝 他们叫宝 叠了三千个 你说多少啊 那玩意他倒不沉 他占地方啊 完了还买的 叠金砖的 一个金砖就这么长 叠了那么老多金砖 从地下煮到天盆 还不能多 完了又整了那么多纸 我说这咋办呢 咋处理呀 我说你赶快给我拿出去 你们愿扎扔扎扎 说不行 必须得在你家弄 这整完了以后就逼着我 你必须得今天晚上 把它都拿去 把它烧掉 我想你说都整了 我烧不烧 我不烧 我往哪销会呀 我往哪搁呀 没办法 我就跟我老伴说 我说那咋整啊 我老伴说 那行 第一轮都拿出去烧 我说咱俩拿不了啊 我老伴说 不行把姑娘和姑娘 找回来 帮着第一轮 就把这俩孩子 打电话给找回 这俩还一进 五三七进 妈呀 这干啥呀 我说你问我 我也不知道干啥 完了我说你 你两个姨 非得要给我整这个 我说你俩的任务 就是帮着拿出去 烧 这俩还说这么多 咱们四个人也拿不了啊 哎呀 我说就给他 压巴压巴 给他整扁了 我就拿出去 好歹我们四个人 是把这些东西拿烧 说上哪烧呢 找石子路口 结果你说 我也没烧过这东西 我也不会呀 你是找个路口吧 就点着以后吧 他也不找啊 完了我 我就说 就问我们四个 四个在一块呢嘛 就点这个堆堆 就要烧这个东西嘛 先烧完还我回家呀 他不找 完了我就说了 我说这啥呀 这不灵啊 人家这些人都不要 我说你看他咋不收呢 他不找 我就这么说 我老伴拿棍扒了 可不是咋的 你看人家都不需要 完了还整这么多来烧了 一看也整不完 我那俩孩子说 妈呀 分两堆吧 我们俩拿一半 再找个路口去烧去 我说行 这样可能速度快点 那俩孩子就整一半吧 就拿走了 拿走没 有几分钟 俩回来了 哎呦 我心 他们怎么烧那么快呢 这么快烧完了呢 完了我说 你烧了 那俩还呵呵笑 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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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等我在面 我也没 整个吐了反胀的 我说拉倒吧 就这点完烧了 将近四个小时 你说招进人 不招进人 完了我们就回去了 回去 隔了好几天 这俩还回家说 妈你知道 我们怎么那烧那么快吗 我说你们咋这烧 你们咋烧那么快 他说那边有个垃圾 西洋我们都翻那里了 我那个姑娘吧 也信佛 我姑娘也信佛 我姑娘说 妈呀 你挺有智慧的 你怎么叫人骗了呢 怎么也整这个事了呢 我觉得这是我妈吗 我说你妈犯魂呗 那你说都堆的 马路都是咋整啊 你往哪扔啊 那俩还说 叫我俩处理 早都给你处理完了 这事就过去了 就说要给我 削这个业障 我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说你得还多少 得我说那些 都像外国话似的 都像黑话 我一句我也听不懂 完了这个事就过去了 所以我通过这个事 我就觉得 咱们学佛人 一定要有智慧 不能愚昧 不要搞这些个迷信 这可真是迷信 我不懂这个 完了他们有人说 你别胡说 你说这个不行 我说我说的都是好话 如果真是 有这些众生 我一定劝他们 学佛念佛 好了脱离六道轮回 搞这些 他不究竟不圆满 他得不到彻底的解脱 我说我发这样的心 他们不会怨恨我的 再说说怎么样善待众生 众生都有佛性 他和我们的佛性 和阿弥陀佛的佛性 是无二无别的 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不要 虐待我们身边的 那些小动物 众生 我给你举一个真实的例子 我家两个小猫 04年都往生了 我给你们说说 他往生的经过 你们看他俩到哪去了 那个两个猫 一个叫黑黑 黑黑是纯白色的 一点杂毛没有 我老伴给起的 叫黑黑 还有一花的叫虎虎 他俩是一味的 97年生 比我孙女大十天 所以我孙女管他俩 叫虎哥哥 黑哥哥 就是这么两只小猫 原来是在我姑娘 那个店里 后来呢 我姑娘说 拿回家了吧 我说那就拿回了吧 我家吧 就是这些小动物 都喜欢 原来我家曾经 养十只猫 都要拉猫车了 两个大猫 各生了四个小猫仔 哪个也舍不得送 都养着 所以就是这样 我从爸爸妈妈 姥姥姥爷 就一直是 非常爱护这些小动物 然后这黑黑乎乎 拿到家里以后吧 他们吃那个 专门吃鸡干 鱼都不吃 那鸡干买了以后 给它煮熟了 也加点佐料 然后吃这个 后来佛友上我那说 哎呀刘姐 你说你都吃素 你家这猫咋吃鸡干呢 你也得让他吃素 我说那行 那我给他们开个会 动员动员 完了我就跟他俩说 我记得特别清楚 七月的最后一天 第二天是八一 我们楼地对面吧 就是黑龙江深井总队 那不升国旗吗 那国旗就对我家窗户 完了我怎么给他俩开的会呢 我说咱们今天开个会 先商量商量 明天是八一 咱们今天最后一天吃干 我刚给他护出一大盆 我说明天八一开始 是个纪念日 咱们开始吃素 好不好 我也不知道人听懂没听懂 反正俩人就坐着 我跟前眼睛瞅着我 我就负责给人家俩个开会 动员 我说这叫动员会 第二天嘛 我就试试 我给买点狗粮 买点狗粮 我就放在那个 一个小碟碟里了 然后这个嘿嘿吧 先去闻闻 闻闻就走了 一个粒没吃 糊糊又去了 又闻闻 又一个粒没吃 哎呦我心 我这动员会没成功 没动员成 你看人俩都不吃 我说不行 还得接着开会 我又给他俩开会 我说我给您讲讲 为什么不能吃鸡肝 我说因为一个鸡肝 就是一只鸡 就是一个命 他们和你都是好朋友 都是一样的 你们吃它就等于吃自己 我说咱们应该是 不要吃鸡肝 先吃这狗粮 这说完了以后吧 到下午了 我也不知道是饿了 还是咋的 这嘿嘿就开始 去吃这个狗粮了 这个猫粮了 他吃完了以后吧 他妈的妈的嘴走了 这狐狐也去了 他也开吃了 所以就从8月1号 正式开始 我家的嘿嘿狐狐 开始吃猫粮了 吃素了 就是这样 他们俩是哪年往生的呢 04年 胡胡往生 特别奇特 那天是4月初八 这大家都知道啥日子 我在 那个时候正好 我写这个阿弥陀佛吗 我不写了108本吗 就那个时候 我就写佛号呢 我写佛号的时候吧 他俩就在我旁边 趴着 我要是读经的时候 他俩一个在我怀里 一个在我这儿 我要这么读经 枕着我的胳膊 俩人 我认为 他们都在听经 我每天读无量寿 反正他俩都愿意上怀里 反正随先抢着怀 谁合适 剩下那个 就得上来 枕着我的胳膊 就这样事的 然后4月初八那天吧 我写佛号的时候 他俩还玩了呢 你一年我我年你 还咬的 还丝花烂叫呢 我还说 我说你俩又疯 我说今天啥日子 不知道吗 得消停点 就这么 我是四点多钟 写完的这个佛号的 然后呢 我就开始去做饭 做饭的过程当中呢 我老伴去修自行车 你看我四点 开始做饭 我老伴修自行车 他回来的时候 五点整 一进屋一进门 一看那虎虎 就在我们那个 我们家是三个屋 就是佛堂 这边是书房 这边还有一个住屋 这虎虎就在这个 佛堂和书房 那个中间有个 那个梁吗 就在那那边躺着呢 头冲佛堂 尾冲书房 我老伴一说 哎呀 这虎虎今天怎么躺呢 躺那睡觉了呢 我说可能地板上凉块 我俩谁都没注意 然后我把饭做好了 我俩在茶几上吃饭 这就是那个虎虎 不就在那个头上那边吗 我说虎虎我睡过站了 起来吃饭吧 他也没直升 也没起来 还那么躺着 我们也没往那上想 完了结果呢 吃完饭了 我去把碗也刷了 收拾完了 我从厨房一边擦着手 一边往外走 这虎虎还可能躺着呢 哎呀 我说虎虎 今天你可真是 真睡过站了 我们饭都吃完了 你咋还睡呢 我到跟前一看走了 这时候也就五点半多 那是四点钟之前 他俩还你捏我 我捏你疯呢 没有病啊 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我说老伴了 老伴你快点来看 虎虎往生了 我老伴可疏黄的 说进瞎扯 你吓唬我呢 我说不是 你来看 他出来一看 真往生了 完了这我老伴可来智慧了 当时就坐在地上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我俩就开始给念阿弥陀佛 把念佛机也打开了 唱了一宿 第二天早晨 我给我姐打个电话 我说姐啊 告诉你一个不太好的消息 因为这个我姐来我家吧 这虎虎和我姐关系特别好 我姐说啥消息啊 我说虎虎往生了 我说完这句话 我就等着听那面哭 因为我姐特爱哭啊 我心这一听说虎虎往生了 这老太太不就得哭吗 我这就一顿呢 我就先等着 就听哭吧 那哭也得哭啊 我姐没哭 完你说我姐说的啥 太好了太好了 我大吃一惊 没哭还说太好了 我说姐你说啥太好了 我姐说 小云娜 就你跟我说的时候 我前面就出了一个像 我说啥样的像啊 他说是一个出家人 那个脸是大圆脸 那个脸红 眉目特别浓 他跟我说 他说穿的是黄色的 那个海情服 外面披的是红色的袈裟 盘腿坐着 可惊认了 我说那是谁呀 我姐说 那不是虎虎吗 我说你咋支持虎虎 我姐说 是 我说那你快问问他 他怎么也没打个招呼 他就走了呢 想不想和我们说点啥呀 完了我姐说 就说一句话 祝愿大家早归西方极乐净土 这就是我家虎虎往生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能对大家起什么作用 我原来我真是不想说这件事 但是因为涉及到 要善待一切众生 所以我把这个例子举给你们听 这是在我家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这虎虎就这么四月初八往生了 你自己选个日子 完了还走得这么好 要我说这个情啊 太难放了 我当天晚上 我不是念了一宿阿弥陀佛吗 我没苦 结果第二天早上 我老伴跟我说 说那个给送回老家 给找有山有水的地方 把它埋起来 我说行 我就拿黄布 给这虎虎就包起来 就包的过程当中 我也不知道为啥 哎呀给我哭的 这上不来气的都给我哭的 然后给它包了好几层 最后一层拿塑料布给它包上了 全身是软的 一点不硬 完了我说老伴我包好了 你送到农村的时候 不要再打开 挖好坑以后 直接把它葬在里面 就可以了 你说我老伴 行不行吧 骑了九个小时自行车 把这个虎虎送回他的老家 就他畜生的地方 去安葬去了 有没有毅力 那天刮大风 送去以后吧 他告诉我 他说半道就开始下小雨 道特别滑 挺难走挺难走的 到那以后吧 事先给我姑姑家 那个弟弟打电话 告诉我回去 你把这个事给我办好 等回去的时候 因为我弟弟把那坑 墓地都给选好了 在一个有山有水的山坡上 挖了一个坑 用那个砖都给砌起来了 然后上面用那个石灰瓦 那个叫什么石棉瓦 搭的盖 整的非常好 完了就把这虎虎 就准备放在这个坑里 我老伴回来跟我说 我得度度他们 他就跟我这弟弟说 你们农村养猫养狗的也多 这猫狗死了以后 是硬的是软的 我弟弟说 那还不得帮忙硬 完了我老伴说 你看看我家虎虎 这不是包好几层吗 我说弟弟一拿 你家这猫真是怪了 它咋是软的呢 我老伴问我弟弟 你服不服 我们家猫是听经 你嫂子天天读经 人家天天听经 你嫂子拜佛 我拜佛的时候 这猫就给我旁边趴着 就是这样 我这虎虎就往生了 往生了以后 这不就剩一只黑黑 这黑黑就有点找伴 想着虎虎 天天到处留着去找去 然后找不着 就上我怀里来坐着 让我抱着 就像小孩一样 我非常理解 我就跟他说 我说嘿嘿呀 虎虎上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去了 成佛了 我说你也得见阿弥陀佛呀 将来咱们都得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他就那么乖乖的听着 然后这黑黑和虎虎相隔 一百零八天 黑黑也往生了 黑黑往生 他的奇迹在哪呢 四十天 没吃饭 没喝水 没大便 三天左右 有一次小便 那个小便都有点发红 瘦的走到直上晃 就是这样 非常人意 不上床上 也不在床下 就到卫生间 那个坐边的后面 有一个这么块的空 他就上那躺着去 我给他抱出来 放在床上 我说那凉 咱上床躺着 他就下去 还回那个地方 后来我给他垫了一个厚厚的毛巾背 我说你实在要在这 你在这背上 完了他就一直在这个毛巾背上 特别懂事 特别人意 他要是尿尿了 他用那个眼神告诉你 让你给他收拾 可干净了 就是这样 一百零八天以后 这个黑黑也往生了 这我还得向我姐报告啊 我说姐啊 就是在这黑黑没走之前 我感觉黑黑好像要走了 我就给我姐打电话 我说姐 黑黑可能是要走了 完了我姐那边电话说 时辰到了 我也不知道这老太太 这时辰是咋弄出来的 说时辰到了 完了我电话撂了 我就回来看 黑黑走了 非常安详 完了我又打电话 我说姐姐 黑黑真的走了 完了我姐说 哎呀这两个猫可不 可是不一般 我说怎么的了 她说又出一个图 我说又出一个啥图啊 说这个图吧 我不知道是出家人 还在家人 反正是替法的 这个人长得瘦瘦的脸 她说一看这个人就非常清秀 然后穿着一个灰色的那个衣服 没有袈裟 我姐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也是盘腿坐着 我说那那你再问问她 有啥跟我们交代的 想跟我们说点啥 往我姐说 这告诉四句话 我说啥话 你电话跟我说说 我姐说 黑黑非黑黑 这个不是叫黑黑吗 说黑黑非黑黑 虎虎非虎虎 视线畜生体 确实在来人 你说就这种现象 我真是如实地告诉大家 我真不知道怎么解释 她整个事情的经过 确实是这样的 你说众生是不是佛 你还能小瞧她吗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这是这两只小猫咪 就是这么往生了 我没说完 这个黑黑 往生了以后吧 我老伴说 还送过去 我说你看呢 我们附近有个省图书馆 新建的非常漂亮 那环境可优美了 他说那个地方嘛 有一个绿草坪 有个空地 有三棵松树 说要不那还有个县城的坑 咱们把它葬那行不行 你去看看 我就去了 我一看我就向中了 我说行 还不妨碍别人 咱还不破坏草坪 他自来就有个坑 完了我们就把黑黑又包好了 就葬在这坑里了 我没敢告诉我姑娘 那个胡胡走了以后 我告诉我姑娘 她在广州呢 那家哭的差点没哭死 我可不敢告诉她 所以黑黑吧 没走之前 我姑娘来电话 妈黑黑呢 我说黑黑在这儿 这黑黑走了以后再问 你说我说黑黑溜达呢 我也我也不会撒谎啊 他说你你把他抱到电话机前 你让他叫唤我听听 我说他最近休息 他不叫唤 就这样瞒着好几个月 等我姑娘从广州回来 一进屋 一边脱鞋一边嘿嘿嘿 喊嘿嘿呢 这瞒不住了 我说姑娘啊 妈妈没告诉你 我说嘿嘿也往生了 这眼睛就动圆了 那你咋不告诉我 我说告诉你 不又得哭吗 买哪了 我说买省图了 我去看看 这马上就上 让他把我俩带上省图去看 一看这地方吧 说还行 但是必须得挖出来 我说为啥呀 他不能给他和虎虎分家 必须得送回老家去 葬在虎虎的身边 这没办法 你说都埋了仨月了 我们一挖出来了 挖出来一看 一点变化没有 没烂 完了还是那么软乎的 我们 我老伴子 又骑着自行车 又把这嘿嘿运到老家去 安葬在虎虎的身边 又修了一个小墓地 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每次回去 给老人扫墓的时候 我都过去看看 黑黑乎乎 埋葬这个地方 你说这就是两只猫 就这么往生了 我再说 我家现在 有一只小狗 叫悠悠 我们不想养了 我跟两只猫往生以后吧 我跟我老伴说 我说老伴这回记住 从今以后 任何东西都不要养 我这要是有病了 或者是走了 实在是太难受 我老伴心也软呢 那猫走了以后 给它哭的 它也掉眼泪 我说别养了 就咱俩干脆 咱俩做伴吧 完了这不就 一直没养吗 我老伴出去 那就是八个月前吧 我老伴出去 上生态园溜达 夫妻俩 用一个小袋 拎着这个小狗 不大点 一个小狗 拎着这小袋 装着的 跟着我老伴走 把我家这狗给你吧 我家这是名犬 名狗 我老伴说我家不养 什么都不养 你送给别人吧 完了就跟 就跟着说 我看你穿着挺干净 你能对的好 给你吧 你拿回去吧 这我老伴就说不要 我们不要 我老伴不让养了 还得跟着 跟着我老伴实在不好意思了 就把这小狗 递了回来了 一进屋 我一看 什么玩意毛茸茸的 我说那啥呀 他说一只小狗 我说你可真是的 都说不养了 你咋又整回来呢 我老伴就说 不要不行 人家两口子 滴了这小包 跟着我给 这样就把这个小狗 拿回来了吗 我跟我老伴说 我说老伴 三天之内 你一定要给他 找一个好人家 送给C家 我去看看他家怎么样 他能不能善待他 如果要合适 把他送出去 咱俩不养 我老伴说行 结果呢 一看呢 在亮台上呢 就有血 呀 我说这小狗 是不是有病啊 这亮台 怎么有一摊一摊的血呢 我说要这样 还真不能往外送了 那得先养着 完了我就每天 喂他那个大杯水 喂了几天以后吧 他就好过来了 就没有血了 有感情呢 舍不得送了 养着吧 就这么点 这小狗就上我家了 你说创造了两个奇迹 就这小狗 他是蝶犬 蝴蝶犬 嗯 什么奇迹 第一个奇迹 十月 就是十一 这小狗就 十一前几天 这小狗病了 病到我姑娘家了 我姑娘也喜欢 来电话说 爸妈呀 这个悠悠病了 我给你们送回去 带着上重务院去看病 完了就拿回来吧 我们就带着狗去看病去了 看病人说那种病啊 说最多能挺七天 得打点滴 打过来就打过来 打不过来就死了 就是这样的 你就打吧 那狗打点滴比人都贵 一针110块钱 完了四针 那就打吧 第一针打吧 他叫唤 也打着胳膊 完了还上加板 哎呀 看那样可可怜了 我不忍心看 第二天 我就跟我老伴说 我说你那样吧 你带他先去打 打完了 我就后到 然后我抱着他 我老伴 骑自行车 我就把这 因为他已经不会站着了 我就给他整一个 那个小布兜 给他包上 然后又整个塑料框 装框里 然后放在我老伴 那个车后架上 我说你带他先去打去 我老伴 那是10月2号 我老伴都带他走了 不大会儿 我老伴回来 进屋杠我 又又丢了 我说你进下车 他都不会站着 他怎么丢的 还有布包包呢 他说我都骑快到地方了 回头一看 框是空的 狗没了 捋着圆袋 回来找 没找着 就找我 快点帮我找 我说那不用找 那肯定谁捡去了 因为他包着 他又不会站 他往哪走啊 这丢了吧 哎丢了 这我姑娘也伤心 我老伴也伤心 我姑娘自责 说我要不把他带我家 他能有病吗 我老伴说 你说我咋这么笨 搁搁 框带着 还就剩个框 把狗还丢了 然后老伴坐沙发 就哭了 哎 我说得了 老伴你别哭 可能就这么长的缘分吧 这不就过去了吗 实际我也难受 因为啥 我每天出去绕佛 三十圈 悠悠天天跟着我出去绕佛 我绕三十圈 他也绕三十圈 他可有灵性了 就跟我来这个雕局 他不是跟我一起绕佛吗 我俩拉开距离 谁前谁后都没关系 只要小雕和我并排 他就拽他裤脚往后列 不让他和我并排走 那时我们都不知道 咋回事 啥意思 你在前面也行 在后面也行 你就不能并排 并排我就唠你后腿脚 哭腿脚往后列 就这样 你说领钉 我三点钟起来出去绕佛 有这个小幼幼 就像一个小玩物 他给我做伴 我去的时候 那整个那个广场 一个人没有 都不还黑乎乎的吗 所以就我俩给他绕佛 然后小雕他们 比我晚去一个小时左右 这一下子 这小伴没有了 就剩我自己孤单单的 黑乌弄弄去要佛去 心里真是挺难受的 这不是十月二号丢的吗 十月十一号 回来了 非常神奇 我绕完佛回来 我没看着 我老伴 骑自动车出去绕 回来吧 那物业的师父就说 老刘 你家悠悠回来了 我老伴以为人家 逗他呢 都知道狗丢了 我老伴非常难过 完了说真的 要不你叫一叫 原来我老伴和悠悠的 二号是吹口哨 一吹口哨 他就吹悠悠悠悠 人吹出调来了 他一吹悠悠跑出来了 这家搂着大腿就开始打滚了 因为那个防盗门 那个门他进不去 电子门他进不去 你可院里等着呢 我老伴 在这之前 我老伴曾经跟我说 他说这个悠悠丢了 不行我受不了 我还得要一个 我说你可不能再整 结果那天我回来 我不给厨房做饭呢 门拉着 他一开大门吧 我就听说 你别跑别跑 我得给你擦着手 那手是脏的 我心糟了 肯定又要回来一个 我也没出去 待会儿了 他说你把门给我开 因为那拉门 从外面不好开 我得从厨房里面 给它开 他说你看看谁回来了 我一看我也愣了 我说这是悠悠吗 因为它长得非常特殊 它那耳头 从后面一看 像蝴蝶似的 那毛可长了 那尾巴 那就像扇子一样的 我说你是悠悠吗 我是不是做梦 就开始搂着我呀 就打滚了 舔你呀 就往你身上穿呢 你看 二号丢的 十一号回来了 还有那个点滴没打的 你说病也好了 他也回来了 神奇不神奇 这第一次奇迹 第二次奇迹 年三十那天 我早晨又领他出去绕佛 就跟我们家前面的千山路上 一个人没有 就是我们俩 往那边走 对面来了一个车 我当时心里想 哎呀 这个车怎么像飞起来一样 干嘛开这么快呀 我这么想着这功夫 这车就开到眼前了 就把悠悠压了 我就听 抓一声就没动静了 完了 你这车 它只有它开跑了以后 才能把这个小悠悠露出来呢 因为那还黑呢 天还比较黑呢 一小团都跟着团子呢 我心肯定完了 那一个大吉普车 给神人压过去 那还不压死啊 我到跟前一看 他眼睛卡巴瞅我呢 哎呀我心没死 我赶快把他抱起了怀里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就一直往家走 一直念阿弥陀佛 到家我按门铃 我老爸说 你不会有钥匙吗 我说您快点给我开门 我老爸开了 说怎么的了 我说一会叫车压了 他说压死了 我说没用 完了我进屋以后 我就把他放在厅里那地上 他不会站着 一撂他就堆呢了 就倒呢了 完了这回 我念阿弥陀佛 我老爸念观音菩萨 就这我俩就 也不会做饭了 就开始念呢 念一会儿 我说悠悠勇敢 咱们站起来看看 我又把他福站起来吧 还不行又倒了 可能是压跨跨了 完了还得念 我俩又接着念 念念念念 又念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吧 我又把他扶起来 这回他能站起来了 待会儿我说悠悠往前走一走 他走的时候吧 就这么一扭的一扭的 就是床也上不去了 是沙发也上不去了 三天以后 一切恢复正常 所以我跟他们说 他们说你说是不是奇迹 就那么点一个小狗 一个车从车身上压过去 没压死 没压死 可活泼了 所有的人上我家 他不但旺旺的 一声不咬 都热烈欢迎 都上你跟前去 抱抱你大腿 跟你脚下 给你打几个滚 反正就是可能让我们惯的 有点不像样了 原来在亮台上 我给他做个窝窝 我姑娘回去说啥呢 妈这不行 亮台上朝 他会得关节炎的 得上屋里住 那就上屋吧 这一上屋 窝窝也不进去了 直接上床了 所以现在是天天晚上 和我一起睡 跟我俩枕一个枕头 完了背靠背 他那手还这么伸着 给我挤着着 把边 床边边 我说优着咱俩商量商量 你少点占地方 给我点地方行不行 有时候我这枕头吧 他正好在你枕头中间 整个就团了 你枕头中间 我枕这边也枕不着 是枕这边也枕不着 现在就这样 我也知道 这样不行 但是现在就好像 你要一让他说 你下去一摇他 他可听话了 他就下去了 但是等我们睡着以后吧 他自己又溜达上来了 人家也不是上尿签 你找地方窝窝那了 就是这样 他要是犯错误了 对你别 你一说蹲紧闭 回头瞅瞅你 马上钻沙发底下 自个儿就蹲紧闭去了 你要不招呢 他都不出来 所以我说 咱们一定要 善待一切众生 包括这个张狼蚂蚁 你都不要虐待他 都要善待他 我可记着老法师举那个例子 说那蚊子 要盯你 你就供养他吗 他不是饿了吗 你欠他 你供养他 你把账还了 你要不欠他 你就做一次供养 又能怎么地呢 所以现在 他们不说吗 什么小动物 上你家来 那都是你们家庭成员 真是都家庭成员 我们那个黑黑虎虎 叫刘黑黑 刘虎虎 都和我们一个姓 然后我们这幽又叫刘幽幽 现在又叫刘幽蜜 怎么个刘幽蜜呢 因为我老伴吧 就喜欢当官 这一辈子没当上 我跟他开玩笑 我说老伴啊 你想当官 一辈子没当上 挺遗憾的 我说我给你封个官吧 他说你给我封个啥官 我说董事长 他说那你呢 我说我得比你低点 我要比你高 你又不平衡了 我说我是经理 好像董事长比经理大吧 完他说那幽幽呢 我说幽幽秘书 所以这样我们幽幽 现在就叫刘幽蜜 现在又变成一个日本名 刘幽蜜蜜子 这不带子了吗 我说怎么又添个日本名呢 有一天我老伴买柿子 说用那个柿子 他要那个柿子炒鸡蛋 我就切三个 就这么大的柿子 我切三个吗 那个幽幽吧 就站在跟他看 我说幽幽啊 这个你不能吃 我就拿一块柿子 我先给他闻闻 他就拉倒了呗 结果我给他闻闻 大舌头一卷卷进去了 嚼都没嚼 咽进去了 哎呀我说你怎么吃柿子呢 我又给他一块 又给他一块 结果一个柿子 他都生吃了 我说那不能再吃了 这俩得炒鸡蛋呢 我就用这俩炒鸡蛋 炒完鸡蛋以后 我老伴把柿子都挑出来 喂这幽幽了 这不就三个柿子吗 幽幽全吃了 所以这名又加了一个 柳幽蜜柿子 然后他又爱吃胡萝卜 哎 柳幽蜜柿子胡萝卜 又我说这名要这么齐 现在不是没完没了的吗 哎呀爱吃土豆 再加个土豆 说我说这不行了 就起这么长就行了 所以现在基本上就是 柳幽蜜柿子 你一叫柳幽或者柳幽蜜 那可灵了 马上就回头就过来 特别有灵性 我觉得他就不会说话 实际大人 人说什么他能听明白 所以那些佛友上我家 全都喜欢我家柳幽 所以就是这样 我也想 哎呀这是不是也是 这个情职啊 到时候我这个情职 能不能放下 我说我要往生的时候 如果我心里还低了 这个悠幽 那可是不行 所以现在我可得做好 时间准备工作 那你善待他是善待他 不能过分的 这个重这个情 真是这样的 我这个人吧 性格就是比较重情 所以我说亲情 我放得不好呢 我比较难放 这关我过得慢呢 就是我太重这个情了 所以这个问题 咱们也得注意 善待纵生这个问题 就是再给举一个 人的问题吧 就是这个堕胎 这个堕胎呀 目前可真是一个大问题 我上那个长春波罗寺 去过 就是带我学生 去给他丈夫立牌 那是我第一次到波罗寺 那个立牌 那个老师傅吧 就说 现在这个堕胎的问题 太普遍 太严重了 这个婴灵啊 那个太苦了 说家庭的不安宁 和这个堕胎 有直接关系 他真找你算账 因为啥 他奔父母来了 如果是报恩的 你把他杀了 变成结院了 如果是报怨的 他这没报着呢 你把他杀了 院上家院 问题严重了 但是现在呢 这个问题 还恰恰是我们目前 所面临的一个严峻的问题 年轻的孩子们 无拘无束 一点约束没有 把这个都当做儿戏 他不知道 他杀害的是生命 不知道他有什么样的因果 我们有时候做父母的 又不太关心这方面的问题 对学生 对孩子 不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太随意了 所以现在 我看电视 说 现在什么时候是 堕胎的高峰 就是 暑假 寒假 风年过节 假期过了以后 就这方面的问题特别多 这个英灵这个问题啊 真是一个问题 因为 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 有 有的人 堕胎比较多 就是英灵来找他 那真是不客气 就是闹他 完了后来 跟我说 这个 这怎么回事 我说 我觉得 你可能是杀业重 你杀害的 不只是动物之类的 我说 是不是 你堕过胎 我不会看 就是一种感觉 他说 是 他告诉我 他堕了五个 我说 你说你堕了五个 这五个都来找你 你怎么成 所以现在 我跟大家说 让大家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毕竟一个人的 能力有限 我能说的那么道吗 所以我现在 每次 我当 做这方面事的时候 我都要单独的写一张 给堕胎的 这些英灵们 给他们回向 给他们写个牌味 就是那个 不有 那个六张表吗 如果要在医院里呢 就填六张 不在医院里呢 就填那五张 就是有老法师 那个劝导文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就黄色的 那几张表 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 用这个 做一做 给他们 发发皈依证书 给他们讲讲佛法 让他们来听经 我现在 我家里 我觉得就是一个小道场 我不是为我自己家里人 做的 我是为众生做的 我这面 放着一个专门的机器 为不同维持的空间的众生 播经 有佛友发心 刻了一张光盘 就是为这些众生 发心刻的 这张光盘 放一次 可以播半个月 比较省事 不用你老换别 半个月以后 他放到头了 你再重新 从头开始 就一直这么放 这个是给 不同维持空间的众生播的 那上面 有无量寿经 有十善夜道经 有地藏经 有三世信念法会 一共好像有六个内容 完这次来 我们请教老法师 需不需要再加点 那个太上感应片 老法师说好 加上好 所以我们回去 再把这个碟 再加上这个 感应片的内容 那可能就能放个 半个月多一点了 接着放 我一共现在是放了八个月了 我觉得效果挺好的 我不请也不送 因为我不知道怎么请 我也不知道怎么送 我就是敞开的 谁来 我都欢迎 你来就是有缘 你来 如果你听经 你就在这边听经 你要念佛 我念佛堂 我佛堂的念佛机 是昼夜不停 二十四小时不停 一直在唱佛号 那你说愿意念佛 这边念佛 愿意听经 这边听经 有人不太理解 包括我自己家的孩子 有时候可能对这个事 也不太理解 回去问我 妈呀 你这个是给谁播的 你看 我家亮台也收拾得干干净净 利利索索的 我是在这 播这个经 我姑娘说 妈你这个是给谁播的 我说是给不同维色空间 虚空法界的众生播的 我姑娘说 这能行吗 你这不把鬼都招在家了吗 我说上咱们家来 听经文法的鬼 都是善鬼 因为我听老法师这么说的 我非常相信 我说都是善鬼 就是恶鬼来到咱们家这个道场 他听经文法念佛 他也变成善鬼了 我说那现在有时候人不如鬼 我说人是最难度的 这鬼都比人好度 他们闻到佛法以后 他一心一意念阿弥陀佛 他可能比你人往生的都快 都多 所以一直这么做的 咱们有些佛友 好多佛友现在在播经 如果大家有这个愿望 想为虚空法界众生 为他们能够修佛 做点什么事情 播经是一个好方法 另外 你每天读经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读 有的人读经吧 就像那暴斗似的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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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不出个个数来 你想没想 在你读经的时候 看不见的众生有多少 他们都在你这听经 你这么读 他听不明白呀 所以我告诉大家 读经的时候 不要图速度快 要清清楚楚的 要图字清楚 你自己图字清楚 众生听的就清楚 他们会生欢喜心的 不要就感任务式的 反正我就嘟嘟嘟嘟嘟嘟 我念完了 有的说那个 比如说无量寿经 说三十分钟能念完 我觉得这个速度 是不是太快了 我读一遍无量寿经 是一个小时到七十分钟 六十五分钟左右吧 上下就这个时间 我觉得我那速度 还就算可以了 你用这种不快不慢的速度 念读出来的经 众生听得清楚 他们生欢喜 所以咱们都想 你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都要想到众生 不要想到自己 你比如说 我现在早上出去绕佛 我过去不知道 我现在我知道了 一切众生都有佛性 都要平等对待 所以我出去以后 我看见树 我树神你好 阿弥陀佛 看见花 花神你好 阿弥陀佛 那个 马护路 有佛友告诉我 不能跨 他这里有 有景神 后来我看太上感应片 是说这个问题了 不能跨越这个东西 所以我就知道了 我就 每当我过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都说 景神你好 阿弥陀佛 就是你绕佛 这一路 你知道你能度多少众生啊 你不要觉得 就是我一个人在绕佛 和别人没关系 不是这样的 这个问题 可能我们平时不太注意 就过去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知道了 就要注意这些问题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题呢 就是忏悔业障 善待一切众生 这两个问题 基本我就说到这儿 下面还有十几分钟时间 我想说一个什么问题呢 我这次来香港 我真是怀着感恩的心来的 我要感恩谁 首先要感恩十方祝佛菩萨的加持 因为我是一个笨人 我就知道念阿弥陀佛 佛菩萨对我这么慈悲 这么厚爱 我真是非常非常感恩佛菩萨 我深深体会到了 佛菩萨的大慈大悲 他推着我 领着我 走一条修行的正路 我还要感谢护法善神 对我的护持 对我们所有念佛人的护持 对各个道场的护持 这些护法善神们 我们可能看不着 但是他们对护持我们的念佛道场 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使我们有一个清静的念佛环境 让我们好好修行 我们应该感恩这些护法善神 隆天护法 再有 我还要感谢 就是这么些佛友 对我的厚爱和支持 说实在的 我出一趟门 不是轻而易举的 因为我十几年来 一直是在家里读经念佛 我不出门 所以我这次出门以后 我跟大家说 我说我这次出来以后吧 就像什么呢 就像《红楼梦》里 刘老老进大官员一样 看哪都新奇 真是这样的 还哪也找不着 还净出洋相 我说这刘老老进大官员了 我这次来香港 真是很多佛友 给我提供了支持 我真是非常感恩他们 没有他们的支持 可能我这次香港 也不能顺利成行 另外 我非常非常感恩 金平老师 为我这次香港之行 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 所以我说 我这次香港之行 我自己觉得 是愉快的 是成功的 如果是这样 我这次香港之行 就没白来一趟 如果我这次来香港 给我的同学们 带来了学佛的快乐 我就快乐 这就是我 我此行的目的 以后我们还会有机会 再见面的 这是我要说的一个 和今天说的题外话吧 我还想说另外一个题外话 我从现在开始 可能这也是我的使命 我不知道我这么说 对不对 大概我就得云游四方了 因为在春节之前 我不是梦到 宣化上人师父了吗 宣化上人师父 乐呵呵地瞅着我 说了一句 你得云游四方啊 我说我哪儿也不去 现在看来 好像我哪儿也不去 不行了 我明天从这出发 到深圳 11号跟深圳的佛友 见见面 然后我12号返回哈尔滨 16号上大连 因为日子已经定了 办事要讲信用 然后20号左右 我就得到上海 还有那么多约我去的 时间表还没拍出来呢 所以我可能 我就得忙一阵了 我说这个话题 是什么意思 这次我来了 你们面对我 多少对我也有一些了解 我这个性格 你们应该知道一些 所以我希望 我不管我到哪个地方去 和佛友们见面 我有一个要求 我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 支持我 这个要求是什么呢 就是不要供养我钱和物 这样我会更清静的 你们要是供养我钱和物 我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处理 你供养我钱 我在哪 我就留在哪个道场了 比如说今天 那天有一个小通修 非得去把一打子钱供养我 我不知道是多少 完了我当时就把这个钱 直接转给咱们佛陀教育协会了 你如果是要供养我东西 我不知道我怎么处理 我给谁 我怎么办 我希望你们真是要理解我 要支持我 我建议你们 我怎么样来供养 你就好好念佛 你精神能够成就 能够往上西方极乐世界 是对所有佛菩萨 对师父 不包括我 我不够格 但是是不是叫供养 还是用一个什么别的词 我不知道 你们要是 一这么供养我吧 我就开始紧张 因为什么 过去我 没退休之前 我在单位 我出去出差 我到各地市去考察 去检查工作 也都遇到这些方面的事情 那个时候 不叫供养 都叫送礼 我非常非常不适应 你比如说 有时候 你迫不得已 你必须得收 就居于那种特殊的环境吧 我不能说得太详细 我曾经收过三件 高档荣医 拿回来以后 我老伴知道我的性格 他说老伴 哎呀 这可是难为你了 你咋收了呢 我说那咋办呢 不收不行啊 他说 那你肯定不能穿吧 我说你猜对了 我是不能穿 我天天看着他 我心里别扭啊 我难受啊 这不是我自己应该得的啊 他说那咋办呢 那干脆给我穿吧 我说不行 给你穿也不行 除非是你在我眼前消失 要不我每天 瞅着这衣服穿在你身上 这是我出差拿回来的 我说不行 他说那咋办呢 我说送人 我就这三件容易 我家大人孩子 一个没有穿 我全都送人了 穿在别人身上 我看不见 我心里也就舒服了 我跟你们说的 都是真实的情况 所以我再一次 向你们请求 理解我 支持我 不要给我钱和东西 如果你们实在是 你感到 你们很亲近我 我能理解 就现在大家对我这份心情 见着我那个亲热 甚至摸摸我的手 都感到幸福 这我都理解 你像我的一些老同事 见面以后 搂搂我 抱抱我 甚至亲亲我 我说都可以 谁让老太太有人缘呢 千千万万 别给我拿钱 别给我拿东西 你说你量体裁衣 你照着我这个头 给我买的衣服 你说我咋办吧 我送给谁去 我告诉你们 我在家里没来着之前 很多佛友给我送衣服 因为他们知道 我没有衣服 我给家穿的那个 你们要上我家 看我穿那个 你们会很心酸的 这老太太 咋穿这份上 但是我穿着 我自在呀 我的最大特点是 不会穿新衣服 我穿新衣服 我觉得我出不了门 所以我佛友 给我拿衣服 实在要拿 我告诉他 拿旧的 另外什么样子呢 我穿上宽松的 松松哒哒这样 我穿着舒服 别给我整这样 紧巴巴的 什么讲体型的 我说那样我穿不了 所以我这都 人家给我拿衣服 我还得给人提要求 就来这小雕 那天给我拿容易 一进屋就说 刘大姐 我给你拿是旧容易 破了四个洞 我缝上了 缝那技术还挺高 我说你这个还不错 我当时就穿上了 他儿子的 我当时穿 我说这个穿挺舒服 我说你这补丁补的 也挺有手艺 他把那个洞洞 补出一个花形来 一看就像一种装饰品似的 这个挺好 我这回来 就我现在穿着衣服 都是我来之前 佛友给我武装的 包装 我说我现在知道 什么叫包装 我这出一趟门 这家也给我一顿包装 从袜子到鞋到裤子 到这上衣 到里面这衬衣 全都是这次给我包装的 我说这个衣服还行 我穿上还比较得劲 就这衣服我二十年 我都穿不坏 你说我还需要啥呀 所以我说这话的意思 我就告诉你们 我啥都不缺 念佛地方我有了 睡觉地方我有了 吃饭地方我有了 我就这三条 对我来说就足够了 所以拜托大家 互相转告 无论我到大连去也好 还是到上海去也好 还是以后到其他地方也好 你们对我热情接待 就是好好念佛 就那六个字 你们好好向我学 老师听话真干 你们这六个字学去了 就是对我最大的供养 好不好 我真是拜托各位 拜托各位 今天就说到这里 有机会咱们再次相见 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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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